这期继续分享《穷小子》第三百三十六篇 现在你们的产能还没上去 要是扩大产能的话 那将来谁还会买燃油车 两桶油背后的人现在都要急死了 虽然知道这是大势所趋 但是他们要是来分一杯羹呢 这可不是我说着玩的 红旗 你在京城也有关系 你可以去打听一下 他们在密谋什么事 安静说道 虽然周红旗觉得 安静是在胡说八道 但是丁长生却信他说的 这种不用充电 不排放任何污染物的汽车 确实是对很多的行业 都是一个巨大的冲击 首先就是汽车行业和两桶油 他们是不会坐以待毙的 要知道两桶油的背后可是国家 你的意思是 我们要是不和你合作的话 我们就要被别人吞了 那我怎么知道 你不是想吞了我们呢 安静 你以为你爹现在就当那个破官 还想出来坑蒙拐骗啊 周红旗不客气说道 富人见识 我不和你说 长生 我觉得你真该好好想想这事 我这真的不是说着玩的 安静说道 那你想要什么 做什么周边产品 丁长生问道 其实很简单 我知道你们这车不需要充电 但是你们呢 为了打消大多数人的担忧 担心没有光线 或者是光线不足的时候 充电怎么办 所以你们还是保留了充电接口 我要做的也不多 我想生产你们所需要的充电桩 包括安装和生产 虽然这是个鸡肋 很多人在买车的时候 会考虑买一套 以备不时之需 如果你们的产品真的 像你们宣传的那样 可以不需要充电 就能吸收光源产生电量 那我的产品买不买 就是看客户的意思 你们只需要把我的设备 作为一个可选择的产品就行 附带着卖出去 怎么样 这个和你们公司 没任何的关系 我就是个供应商 如果你们信得过我 我可以供应电池 保证质量 我也是要靠你们发财的 不会砸了你们的牌子 安静说道 我信不过你 这事就免谈吧 周鸿琪还是一口 回绝了安静的建议 安静看向丁长生 说道 上面哪些人 在准备砸新能源基地的锅 我可以为你们提供消息 可以说 只要是上面有人在叫唤这事 我都可以及时知道 我能阻拦的 当然是尽力阻拦 我拦不住的 我也会及时通知你们 到时候 我们再共同想办法 怎么样 小小不言的事 我都可以让我父亲 在上面就拦住了 毕竟 你们的产品 代表着科技发展的方向 那些叫唤的人 也和我一样 想来分一杯羹而已 虽然丁长生 也信不过安静这个人 但是他说的没错 现在从预售的情况来看 新能源基地的确是成了最具有潜力的高科技公司 他们会不会来分一杯羹 那是一定的 如果不找到一个合适的渠道 或许他们宁愿把新能源基地这些人都搬进去 也说不准 国际民退现在是趋势 所有的民营企业家都在瑟瑟发抖 甚至前段时间还有人叫嚣民营企业完成了对国家经济的协助发展之后就该退场了 这样耸人听闻的言论让多少民企老板一夜难眠 这是试探 还是上面已经在实施步骤了呢 这很难说 这是再说吧 我们考虑一下 你在湖州待几天 丁长生问道 等你给我答复了我再走 安静说道 那好 我们商量好了 我们再谈 丁长生说道 安静站起来 走到丁长生身边 伸手和丁长生紧紧握在一起 还摇晃了一下 然后看了一眼周红旗 扭头走了 丁长生坐回了座位 周红旗生气地看向他 丁长生又拿出了手机 但是被周红旗一把夺了过去 你什么意思 你真打算和他做交易 周红旗问道 丁长生没接这个话查 反倒是问道 最近陈幻山还叫唤吗 这倒是没听说 但是对湖州意见挺大 倒是真的 据说在省里遇到何远志的时候 说话很难听 这是唐玲玲告诉我的 何远志回来之后 和唐玲玲见面闲聊时 说起这事来 何远志说自己的仕途 到湖州市委书籍 就算是到头了 上头有个陈幻山 自己再难进一步了 周红旗说道 所以我一直觉得 新能源基地的后台太小了 就你们几个 实在是很难撑起来 我们要找更大的后台 我现在担心的还有万有才 万有才手里 可是有不少新能源基地的股份 我没记错的话 他是第一大股东吧 但是现在他在纪委手里 我告诉过他不要碰许一件那个事 但是他不听 现在搞到现在 把新能源基地拖到了危险的境地里 我这几天一直在愁着事呢 丁长生说道 要找靠山也不能找安静这样的人吧 他有什么能耐 白菜帮子一个 什么事都做不了 就知道分钱 周红旗不屑地说道 我知道 我们要的不是来干事的人 是在关键的时候能说话的人 要是新能源基地 也有这些官二代三代们 那么将来 有人想要伸手时 就得看看 新能源基地的后面 站着什么人呢 丁长生说道 你说的话是不错 但是去哪找这样的人去 周红旗说道 那就看你的本事了 你是这个圈子里的人 你去找人还能没人来 象征性地出点钱 就算是入股了 到时候这些人 才是我们最硬的壳 现在这样子 我们太被动了 可以说 安静来这里 分一杯羹给了我启发 现在做还来得及 也是好时候 要是再晚了 恐怕就来不及了 丁长生说道 嗯 你说得对 不过我倒是想到 既然是要这些人入股 那么也得邀请全国有名的商界大佬加入进来 这样的话 不但是有钱 还会为我们提供其他的支持 比如说 在商界的话语权 一句话 新能源基地 不能做成几个人的企业 要做成一个复合型企业 周红旗话道 丁长生点点头 赞赏地说道 人才和聪明人 说话就是轻松 你这举一反三做得好 他这个时候来这里干什么 这也是很多人疑惑的地方 当然了 也让很多人心里开始打鼓 在江都官场议论最多的就是 李铁钢来江都目的是什么 李铁钢来了江都 首先就是去了省纪委 然后去见了贾东亮 这件事在江都的官场都传遍了 一些人心里开始坠坠不安 毕竟像是李铁钢这样的人下来 不是无目的的 所以都在案子担心 他是不是冲着自己来的 但是事实证明 这些担心都是多余的 你够那个资格 让一个副书记亲自下来吗 尽管如此 可见李铁钢的威慑力还是在的 不是吧 你这次来中南省 真的不是来办案子的 还是有其他的事 贾东亮对李铁钢的回答明显不信 我就是回来看看老同事 也到处走走 休息一下 真的没其他的事 要是办案子的话 我还能不和你打招呼吗 李铁钢苦笑道 那行 你有什么需要 尽管和我说 你也是咱们省里的老领导了 你们肯定有不少话要说 我就不耽误你了 需要什么 直接给我打电话就行 贾东亮说道 没问题 最近省里还行吧 没什么出格的事吗 李铁钢问道 贾东亮看看李铁钢 笑了笑说道 你看你 还是来处理案子的吧 说吧 这次是谁 让你亲自出马 真的没谁 好了 我不问了 对了 我想去湖州一趟 那里有位老朋友 好久没见了 去看看他 李铁钢说道 那我安排车 我明天也要去湖州 要不然我们一起去 贾东亮问道 你有事 湖州新能源基地建成生产 交付第一辆车 我要去参加这个仪式 这是早就定下了 为此 我还推了其他的事情 新能源基地 代表着我们省的科技前沿 为了吸引更多的高科技企业 到湖州去落地 我们也在做各种工作 我的打算是以新能源基地为依托 将湖州打造成中部最重要的高科技示范区 借助当地优势的物流基础 为下一步辐射周边做准备 贾东亮说道 嗯 说起来这些事都和一个人分不开吧 李铁钢说道 你说的是丁长生 对吗 我一直都在关注他 这一次他也要去参加仪式 知道我也去之后 老早就和我联系了 让我无论如何都要抽出点时间来见见他 这小子是个人才 有本事 有担当 要不是被你发配到了山里 我都想把他挖过来 留在我身边用也行 锻炼几年 到时候肯定是独当一面的大员了 贾东亮说道 李铁钢摇摇头 说道 这你就别想了 早就有人对他虎视眈眈了 谁啊 你吗 梁文祥 梁书记对他一直都是青年有加 他现在山里 顶头上司是梁书记的女儿梁可义 梁可义现在是盲山市市长 主持市委工作 丁长生在那里就是个干活的 所以 你现在才想挖墙角 晚了 李铁钢说道 是吗 这是我倒是不太清楚呢 贾东亮说道 物流基地 新能源基地 这些都是丁长生在的时候 坚持搞起来的 现在都成了气候了 但是丁长生却去山里扶贫了 这是个讽刺吗 李铁钢自言自语道 要我说 那个处分太重了 完全没必要 都是一些捕风捉影的事 谁有证据了 老李啊 你要顶住压力 这样的人不用 你用谁 用那些循规蹈矩的草包吗 一天到晚 就知道拿这个本子汇报汇报 他娘的 只知道汇报给领导 你倒是给我解决问题啊 都把问题堆到我们这边来 我们又不是神仙 还是丁长生这样的干不省心 我看了新闻了 你说的那个盲山 好像是在搞形象工程 竖点行 不得不说 丁长生是能鼓到 这么一来 梁文祥就高兴了 贾东亮说道 李铁钢闻言 莫不作声 自己承担的压力还小吗 但是许一剑的出逃 将自己所有的努力都抵消了 自己一心要挖出来 党内存在的野心家黑社会 可是一直都是举步维艰 好容易抓到了一个 可能知道绝门内部材料的万有才 奈何这家伙一言不发 死扛 哎 老李 我看你明天和我一起去参加那个仪式算了 就当给我个面子 露露面 也算是给我们湖州的企业站站台 怎么样 贾东亮说道 李铁钢闻言摇摇头 说道 纪委的干部不为任何企业站台 这是纪律 你这是要害我呀 好吧 我也不为难你了 你明天是跟我一起走 还是自己走 我都给你安排好车 贾东亮说道 我自己走吧 你走你的 我的路线可能和你不一样 李铁钢说道 贾东亮知道劝不动他 也索性不说了 他们纪委的人就这样 神神秘秘的 石爱国没想到李铁钢会来看自己 他和李铁钢的关系并不是很好 当时丁长生回来时去了纪委 石爱国还颇有意见 但是现在看来 还是石爱国看得远 也早就看清楚了李铁钢的为人 石部长 别来无恙啊 你不来我就没事 你来这里干什么 将都你还有朋友吗 石爱国出言讥讽道 反正石爱国自己觉得自己没问题 所以也就不害怕李铁钢是来找自己麻烦的 要是换了别人 说不定此时早已腿哆嗦了 因为现在没有平安落地这么一说了 退休了不等于平安了 什么时候事情涉及到你 什么时候就可能被来人带走 所以很多退休的老家伙们 只要是有子女在外面的 退休了赶紧溜了 对他们来说 或许到了国外才能安度晚年吧 毕竟做过了多少见不得人的事 他们心里自己清楚得很 火气还挺大 我没得罪你吧 咱们以前相处得还不错 我来看你 你这是什么态度 李铁钢问道 什么态度 你自己琢磨去吧 你把丁长生扔到了山沟沟里 你咋想的 他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了 石爱国也不客气 直言质问道 丁长生本以为自己和安静见了一面之后 回去商量一下 给他个答复就算了 但是没想到 这个人还真是执着 而且 丁长生也从他的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 那就是脸皮厚 如果是丁长生和安静兑换一下位置的话 丁长生是绝对不会去找安静谋求什么商业机会的 但是安静就能做到 而且还是看在丁长生和周鸿琦在一起都没任何的表现 这真是让人大开眼界了 在安静走之后 他又给丁长生发了信息 要求和丁长生单独见个面 还特意地强调 不要告诉周鸿琦 虽然丁长生也猜到了他会谈什么 但是还是没告诉周鸿琦 周鸿琦对安静的成见很大 不亚于丁长生对安静的恨 但是丁长生是男人 是周鸿琦乃至新能源基地的幕后人 他不可以意气用事 要全盘考虑这么多人的饭碗和财富 所以比起周鸿琦来 丁长生要理性得多 这也是安静找他单独见面的理由 本来安静是要在他的住处见丁长生的 但是丁长生不去 于是两人把见面的地方约到了外面的一处茶室 不好意思 还要你单独出来一趟 确实是有些事想要和你交流一下 周鸿琦再不方便说 一见面 安静就直奔主题了 丁长生点点头 然后坐在了他的对面 女茶艺师表演完了茶道之后就离开了 丁长生这才和安静谈起来 什么事 说吧 丁长生说道 是关于万有才的事情 你感兴趣吗 安静问道 万有才 看来真是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啊 安总有什么指教吗 丁长生不冷不热地问道 不是指教 是关于万有才的消息 别的我不知道 但是万有才好像是新能源基地最大的股东 新车交付仪式这么重要的时刻 最大的股东居然不在场 这怎么说得过去 看来这件事过后 万有才的事情会掀起来巨大的风浪 不知道你做好灭火的准备了吗 安静问道 你在威胁我 丁长生问道 安静摇摇头 说道 不是我威胁你 是有人在做这样的文章 我从北京来之前的夜里 去参加了一个俱乐部 已经有人在拿这是做文章了 他们准备在交车一试之后 就会发难这件事 时间匆忙 我也不知道 到底谁在做这样的文章 但是很容易判断的是 有些人已经将矛头瞄准了新能源基地 气入点吗 就是万有才手里的股份 安静的这些话 让丁长生背后陡然一紧 没错 要是这个时候 发难新能源基地 那么怎么解释 才能让客户相信 新能源基地 能按时交付新车 订了车的人 是不是能赎回现金 所以那个时候 要是因为万有才的事情被炒起来 那么对新能源基地来说 是致命的威胁 我没当着周红奇的面说这些事 就是怕他又怀疑是我干的 我真是跳进黄河里 也洗不清了 所以 我先把这事告诉你 你做好准备 要是有人提到这个问题 你也好早做准备 不至于手忙脚乱 再说了 万有才一试办会肯定出不来 那他代表的股份怎么办 安静说道 谢谢了 要是这事是真的 我可以说服周红奇 同意你做汽车的周边产品 丁长生说道 那好 谢谢 对了 只要是有我在 陈幻山就不会再对新能源基地说三到四 他说不说都无所谓 他一辈子也当不上省委书记吧 他要是当上了中南省的省委书记 那爱华高科就牵走别的省份 陈幻山这个人 确实是个人渣 这个是没什么可商量的 和他弟弟一样 都不是什么好玩意 丁长生说道 安静笑笑 说道 这我不好评论 每个人看人的角度不同而已 我是说 只要我在这里 就没人会对爱华高科指手画脚 丁长生没支声 但是他相信 安静说的 这倒是真的 陈幻山是安如山阵营里的人 还是得力干将 所以既然自己家少爷来做生意了 他就是有胆子 也不敢再嚼什么舌头跟子了 长生 其实我是很想和你合作做生意的 你知道我们之间的问题 主要是周虹奇 但是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 他现在是自由的 你和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对我来说都是无所谓的 所以我们以后要考虑的应该是生意 而不是女人的问题 好吧 安静问道 我不做生意 我是体制内的人 我做生意还不得被抓起来 丁长生笑笑说道 安静也笑笑 两人都是心知肚明 丁长生这么说 骗老百姓还行 但是要想骗安静这样消息灵通心眼贼多的人 那是不可能的 他们早把丁长生研究透了 丁长生才是新能源基地的幕后人 前台蹦跋的这几个人 有几个不是丁长生的情 人和好友的 安静也正式看到了这一点 这才撇开了其他人 直接和丁长生谈 还有万有才的事 要是需要我帮忙的话 我可以尽点力 别的不说 消息还是能打听到的 对于你们来说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将万有才出事的消息消除掉 不然的话 就算是明天的交车仪式办得再好 那也会被万有才的消息给冲淡 他们就是看准了这个机会 所以才把这个时间点掐得这么好 我是来和你合作的 但是那些人却是来抢的 安静说道 听起来 我要是不答应你 我真是心亏了 丁长生说道 我们合作这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你的资源加上我的资源 我们一定会把生意做得好好的 你说呢 你没有拒绝我的理由吧 安静非常笃定地说道 好 我会考虑的 但是如果万有才的消息 你要是骗我的话 我可要对你不客气 丁长生说道 当然 我这是真心实意来找你合作的 我骗你干嘛 安静认真地说道 丁长生点点头 说道 我要知道 关于万有才的一切消息 现在的情况 明早之前告诉我 没问题 我现在就回去帮你探听消息 到时候 我们见面聊 安静说道 但是 在安静还没打听到万有才的消息前 万有才的人 倒是找到了他的头上 当然这些人丁长生根本没见过 也没听说过这些人 看来自己不知道 万有才的事情 还有很多 丁长生在周洪奇的陪同下去了酒店 虽然这里是湖州 但是丁长生也是做足了准备 不排除有人会暗算自己的可能 在这个交车的关键时刻 还是小心点好 不要给新能源基地添任何的麻烦 所以 带着周洪奇 就是这个准备 别人别想在自己头上做文章 你不认识这些人 还用得着去见他们 周洪奇不满地问道 交车一试就在明天 但是今晚丁长生 却要带着自己出来 见什么万有才的人 而且还非来不可 现在万有才的事扑朔迷离 不排除任何的可能性 再说了 正因为不知道 万有才是什么情况 我才不得不病急乱投医 充分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 这人自称是万有才的人 那肯定是有话要说 又或者是万有才吩咐下来的 要是不见的话 将来怎么和万有才交代 丁长生无奈地说道 万有才这个蠢货 你不是没有警告过他 为何还要为他出头 人心不足舌吞向 这个人太贪 将来就算是出来了 你也不能再和他有任何的关系了 这个人不可以深交 我说的是真的 周红旗非常认真地说道 哎 这是人性 要说贪 谁也没有我贪 我在国外本来可以老老实实地忠老一生 但是耐不住寂寞 还要回来烫这趟浑水 搞出来的这些事 哪个人都恨不得要我死几遍了 你说我不贪吗 丁长生说道 周红旗一愣 争辩道 那不一样 万有才是贪财 你贪的不是财 你贪的是名声 你不甘心 将来被人提起来 就说你是那个仓皇出逃的丁长生 所以 有回来的机会可以证明自己 你就义无反顾地回来证明自己了 周红旗说道 丁长生摇摇头 说道 名利 名和利是分不开的 所以 都是贪 而且我回来也不单单 是为了证明自己 我当时 答应过宇文灵芝的 一定要为他出头 把失去的东西拿回来 但是现在还没做到 所以我不贪谁贪 这么说起来 我比万有才还贪 只是这话怎么说罢了 现在我感觉又到了 我当初出逃的时刻 但是我 早已不是当年的我了 所以 我做的事虽然绕来绕去 这都是为了把自己包裹起来 让对方的牙咬不到自己而已 看来你还没糊涂 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就好 所以 待会见了万有才的人 不要一时糊涂就乱承诺 你也知道这次的事不一样 周红旗说道 丁长生点点头 是啊 这次的事情不一样 这一点 丁长生早就感觉到了 董事长 丁先生到了 门口站着两位保镖 门开了 里面出来一个人 然后回去汇报道 太头不小 周红旗小声说道 丁长生看了他一眼 没吱声 不一会 刚刚开门的女孩子 彻底打开了房间的门 里面站着一个高挑的女人 一看就是那种 有着很高职业素养的职业女人 丁长生好像 记得在哪里见过这个女人 但是就是想不起来 在哪里见过了 郎总 这位就是丁先生和周总 女秘书向那位女人介绍道 丁先生 你好 我叫郎文杰 不知道万有才有没有和你提起过我 周总 你好 我是来参加交车仪式的 万有才来不了 但是他也是新能源基地的大股东 不能没人代表吧 我早就听说过你了 而且 我们以前还见过面 只是你们都不记得罢了 丁先生 周总 里面请吧 真是一个职业的女人 丝毫没有因为万有才被抓 而有那种非常沮丧的感觉 倒是向来接管万有才的生意似的 请 丁长生点点头 也看到了周鸿奇眼里的惊讶 三个人坐定 秘书倒了咖啡 然后就出去了 三个人坐的位置 正好是一个三角形 正式地做一下自我介绍 这是我的名片 我叫郎文杰 义达集团董事局主席 当然了 万有才是我的丈夫 所以他出了事 我是最有资格代表 他来这里处理他的后续事务的人 这一点 两位没有什么意义吧 郎文杰问道 丁长生文言 向后已在了沙发靠背上 问道 那 郎总 你对万有才的事 是怎么打算的 我们组织了专门的游说小组 去北京游说了 希望能找到合适的人 然后把他捞出来 郎文杰说道 丁长生点点头 问道 那 您知道他做了什么事 或者是因为什么事被抓的吗 郎文杰摇摇头 说道 暂时不知道 我们的游说小组还在努力 周鸿奇文言笑了笑 问道 这么说 万有才做了什么事 您并不知道 对吗 这话一出 郎文杰明显的有些不高兴 或许是被人奉承惯了 所以此时 他看到丁长生和周鸿奇 也没多少谦虚的自觉性 但是 他倒是好像对新能源基地的股份 倒是很感兴趣 不但不请自来地来这里参加交车仪式 还把丁长生和周鸿奇叫到酒店里来 这看起来很像是最后通牒的意思 不管他做了什么事 我都有能力捞他出来 就是不知道他的现状而已 不过我相信我们的人很快就会知道了 郎文杰说道 丁长生摇摇头 说道 郎总 是这样 这次抓万有才的不是普通的司法机关 而是纪委机关 这里面有不少事 总起来一句话 万有才被抓和许一剑出逃有关系 许一剑这个人你知道吧 郎文杰点点头 说道 我知道这个人 不是跑了吗 万有才怎么会和他有关系 丁长生看看周鸿奇 然后对郎文杰说道 这是吧 万有才没告诉过你吗 而且恕我直言 万有才确实是没向我们说起过你 当然了 这个可能也是为了保护你们 所以 我不是很清楚你的事 你也不知道 他做了什么事 这是很正常 我们现在来说说 他这是到底有多复杂吧 很显然 郎文杰确实不知道这件事的复杂性 所以在丁长生将大致的情况讲了一下之后 郎文杰剩下的 就只有大眼瞪小眼了 所以 自从万有才出事之后 我一直都在找各种关系疏通 但是到目前为止 没有丝毫的进展 甚至不知道 万有才是不是撂了 撂了多少事 这都不知道 也不知道我们现在为他做的事 他在里面是不是把我卖了 不过 我可以理解 他就算是把我卖了 我也要坚持把他捞出来 这点从开始到现在都没变 丁长生说道 可是这些他都没和我说过 就在此时 秘书敲门进来了 一脸为难表情 怎么了 郎文杰问道 你总来了 秘书小声说道 郎文杰脸色一变 说道 让他们等着 我这边谈完了就见他 但是话没说完呢 门被推开了 秘书被挤到了一旁 又是一个女人进来了 后面还跟着一个非常年轻的小孩 看起来也就是十几岁的样子 郎文杰看到这两位 脸色都变了 丁先生 这样吧 我这边处理点事 等我处理完了 我去找您 我们再说剩下的事怎么办 好吧 谢谢您来一趟 还有周总 谢谢了 郎文杰立刻转变了脸色 笑容满面地 对丁长生和周红奇说道 别呀 既然我们都来了 那就一起听听吧 丁长生先生 对吗 万有才时常和我说起您 说您是 他在生意上的贵人 是大哥 我早就想见您了 这次来就是专门拜访您的 我是米小婉 万有才的朋友 米小婉非常自来熟的伸手和丁长生握在了一起 嗯 你好 那个 要不你们先谈 你们谈好了 到时候 我们再谈好吧 丁长生说道 不用 郎总 我觉得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事是怎么把有才就出来 我们之间的事 等他出来了 我们再谈好不好 顾全大局一些好吧 米小婉非常不客气地对郎文杰说道 周红奇一直没说话 他算是看出来了 这就是万有才没把内部的关系处理好 也难怪万有才没有向外说过他的感情生活 看来比丁长生也简单不到哪里去 和丁长生不一样的是 丁长生有几位自觉维护这个集体利益的女人 但是万有才就差了很多 看来这内部的矛盾还没摆平呢 郎文杰不想搭理他 但是这个时候 那个小女孩说话了 想当老大就得有个老大的样子 至少在外人面前 也得给万有才留点面子吧 郎文杰非常愤怒地瞪了他一眼 什么都没说 一言不发地坐回了沙发上 小女孩走到了丁长生的面前 突然伸手道 我叫谭灵语 万有才是我师兄 我们关系很好 他这次遭了殃 听说是和你一起搞砸的 你怎么没进去 是不是你把他坑了 这话问得丁长生很是无语 心想 万有才这都是交往的什么人啊 一达集团他知道 但是这个迷小婉和小丫头谭灵语 丁长生不怎么记得 有这好人了 谭灵语 你能少惹事吗 要想知道咋回事就闭嘴 郎文杰不客气地说道 呵呵 不好意思 和你开个玩笑 不过你要是把万有才捞出来 我会感谢你的 谭灵语笑笑 做了个鬼脸 然后坐在了迷小婉身边 丁长生无奈地点点头 又把刚刚的话重复了一遍 然后说道 事情大致就是这么回事 各位 我先走一步 我们各自努力 但是消息共享 有了什么进展 相互通报一声 好不好 从现在开始 我们共同的目标 就是把万有才捞出来 其他的事 等万有才出来 再处理怎么样 丁长生算是看出来了 除了这个小丫头之外 迷小婉肯定和万有才 也有一腿 要不然 郎文杰不会这么吃味 但是丁长生 无意介入他们的 之间的矛盾 所以想着赶紧撤离为好 郎文杰和迷小婉 起身将丁长生 送到了电梯口 等到丁长生离开了 这才回到了房间里 但是回来之后 两人的脸色都变了 你觉得他们说的是真的吗 迷小婉问郎文杰道 两人此时的脸色和表情 和之前一点都不一样 看起来倒像是很亲密似的 谭铃鱼也像是换了个人似的 不再是那种吊锒铛的样子了 我觉得吧 你们太小心了 我看丁长生不像是那种人 我这看向的技术还可以的 你们这是 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了 我觉得他是真心想要帮门主的 要是他说的是真的 那我们都被门主瞒住了 这是赖不着人家丁长生 谭铃鱼说道 你小孩子知道啥 知人知面不知心 门主是新能源基地的大股东 这个股份什么都不用干 就是躺着分钱的 他这个时候出事 我很怀疑是有人搞他 目的当然是他手里的股份了 丁长生是周鸿奇等人的幕后老板 很难说他没参与这件事 虽然我们还没查到 但是我觉得不能掉以轻心 叫你们来也是为了让我们都和丁长生扯上关系 要是丁长生对我们各个分化 击破的话 那万有才的事就肯定和他有关系 接下来你们要不时地联系丁长生 看看他是怎么说的 尤其是关于新能源基地股份的事 他只要是提到这事 你们就要给我竖起耳朵来好好听着 回来我们再联系 明白没有 郎文杰问道 丁长生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被三个女人算计着 离开酒店回到了车上 周鸿奇说道 这就是万有才的下场 自己还没出来 这些人就开始琢磨分财产了 不过那个郎文杰我倒是听说过 好像还挺有本事的 原来义达集团都快要被收购了 后来怎么又挺过来了 这倒是个厉害角色 丁长生梅之声 想着刚刚的事情 说道 这几个女人是够诡异的 不好说 算了 不想这事了 还是回去休息吧 累了 爱和女人打交道 真是累心 不知道万有才平时是怎么处理这些女人 之间的关系的 是吗 那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幸运 没有像万有才那样把你分了 周鸿奇不满地问道 别抬杠性吗 我怎么感觉你现在都快变成杠精了 丁长生无奈地笑笑说道 你少给我打岔 我说的是真的 你少给我打马虎眼 昨天琴末给我打电话了 你知道说了什么吗 周鸿奇问道 丁长生的一愣 问道 秦末给你打电话了 怎么没给我打电话 这不正常啊 说什么了 又编排我了 那倒没有 他很担心你 他也知道万有才出事了 所以我劝你离万有才的是原点 没想到你还拉着我去见万有才的女人 你到底怎么想的 万有才蠢 你也跟着他一起蠢吗 周鸿奇不满地说道 丁长生摇摇头 说道 这是你不懂 许一剑给万有才挖坑 其实目的就是我 他现在在国外 我要是在万有才的事情上置身事外 他还会从其他方面攻击我 而许一剑出逃这件事 本来就是疑点重重 到现在都没有人肯承担责任 李铁钢也只是短暂地休息了一段时间之后 现在又开始出来作妖了 所以现在到处都是网 不过我感觉这是黎明前的黑暗吧 早晚这一道黑暗过去了 会有光明来到 少扯淡 什么是说的和真的是的 我告诉你 这个世界本来就是黑暗的 所谓的光明 不过是不时闪过的一道道闪电而已 你觉得是黑暗长久 还是那一道道闪电长久 别天真了 周鸿奇说道 丁长生闻言看向他 问道 这么悲观 不然呢 周鸿奇一边开车一边说道 这一次他们没再去其他的地方 而是去了周鸿奇在水天一色的别墅 进了门 好像是大家都商量好了似的 这里居然一个人都没有 可是以前他们可是一起住的 人呢 丁长生问道 今晚他们都在公司里忙 守着那台即将交付的汽车 生怕出事 毕竟一直都有人虎视眈眈 既然这样 我们也不能懈怠 周鸿奇说道 你看看车吧 我觉得没任何问题 按照我们的设定 你是要开着这车去发布会的 到时候大幕落下 你开着车缓缓进场 然后将车停在展台上 这一步绝对不能出错 不然我们这一个发布仪式就砸锅了 斯嘉宜说道 没有问题 我只是个司机 你才是主讲人 说实话 你看上去很疲惫 昨晚真该把你叫上 说不定今早和我一样 神采奕奕 这才像是我们新能源汽车的代言人 周鸿奇说道 你可算了吧 我要是被他折腾一晚 我现在爬起来都困难 没你那身板 真有劲 斯嘉宜也遇到 周鸿奇白了他一眼 然后去试车了 丁长生是被请来的嘉宾 所以到的时候 已经满礼堂里都是宾棚了 丁长生一路走过去 不断地有人打招呼 都是湖州或者是中南省以前的老乡时 丁长生不断地被拦下来说话 到了自己的位置时 爱丽亚已经在那里等着了 你不去忙 在这里干嘛 丁长生问道 我是技术人员 没我什么事 大部分的参数加一解都可以解决 这不 把我和你安排在一起坐了 所以你不来坐 我哪敢落坐 爱丽亚说道 是吗 那就坐下呗 各位领导都来了吗 丁长生问道 别坐了 我在这里等你就是为了找你 你看你忙的 省里的领导都在后面 贵宾室里等着了 你不去打个招呼吗 走吧 别让人记恨你 爱丽亚说道 都是哪些领导来了 丁长生问道 省委贾书记 还有秘书长 江都市委书记 陈焕山也来了 这不是来砸场子的吧 爱丽亚小声问道 丁长生一愣 问道 你们也请他了 哪有啊 我们又不傻 他来了我们 也不能赶出去吧 他是和贾书记一起来的 就像是安静 我们也没请啊 不是一样也来了吗 爱丽亚说道 你待会给我记清楚了 看看谁在砸场子 等这件事过去了 咱们好好和他们算账 我看这些人是来者不善 告诉刘震东 一定要把现场的秩序维持好 丁长生说道 这不用我说吧 你是他的老领导 你一个电话就能搞定的事 麻烦我干啥 爱丽亚不客气地说道 丁长生停下脚步 看向爱丽亚 说道 我说你这小嘴巴巴的 挺能说啊 怎么着 现在这取向改变了 丁长生跟着爱丽亚 到了后面的贵宾室时 看到贵宾室里好几个人 都围着贾东亮坐着 刚刚进了门 他就后悔了 这个时候来见贾东亮 其实没任何意义 因为这里的几个人 都是自己的熟人 让他没想到的是 安静居然也在这里 贾书记 您好 丁长生走过去时 贾东亮也看到了丁长生 指了指一旁的座位 是以丁长生坐在那里 那里刚刚还是何远志的地方 何远志一看着情况 立刻站起来 给丁长生疼了位置 丁长生朝着何远志点点头 何远志也点点头 没有丝毫的不愿 于是丁长生坐在了何远志刚刚坐过的位置 真皮沙发上还有何远志屁股的体温 什么时候来的 贾东亮笑着问道 昨天来的 贾书记这么忙 没想到也来参加这个仪式了 丁长生说道 再忙也得来 这是我们省的骄傲 刚刚周总和我聊了聊 说订单已经排到了三年之后 这可是了不得成就 在国内 哪家车企能做到这一点 所以 我在来的路上就在想 看看这个新能源基地 到底搞得怎么样 本来我是打算看看就走的 但是来了之后 我打算在这里调研三天 仔细地调研一下这里的发展情况 如果真的有投资的价值 我这个省委书记 免费为你们做广告 号召其他人来投资 将湖州打造成为 中国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基地 别的地方再搞都比不过我们 贾东亮说道 丁长生点点头 说道 贾书记 其实 钱不是问题 当然了 有钱那是更好办事了 关键是人才的问题 对了 这位女士 贾书记您认识吗 丁长生说完 将爱丽亚推了出来 丁长生最大的优点 就是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从来不会犯五大郎开店的错误 也从来不会埋没比自己强的人 不像是有些人 将下属的功劳揽到自己身上 把过失推给下属 只要是有机会 丁长生就会不遗余力地 把跟着自己干的人推出去 让他们有机会出名 刚刚介绍过了 这位是艾总吧 贾东亮说道 没错 爱丽亚同志 其实这个新能源基地 能搞到现在这个规模 最主要的就是 爱丽亚同志的研究成果 为了他这个成果 国外不少企业来挖过他 但是他为了把这项技术 留在国内 两个字 就是爱国 和他一起坚持这个项目的 斯嘉宜也是这样 他们为了把这个技术 留在我们国内 甚至拒绝了国外有实力的 风投公司 就是怕拿人家的钱手短 当时为了筹集资金 斯嘉宜把自己之前 买的房子都卖了 现在和斯南夏同志 住在公司里 假书记 民营企业创业不易 贷款更是困难重重 我们某些领导还给银行打招呼 说新能源基地是个皮包公司 不允许银行给爱华高科贷款 但是就是这样 也没把他们逼死 在这点上 爱华高科称得上是爱国的企业吧 丁长生说道 贾东亮文言 皱眉问道 有这回事 丁长生点点头 说道 贾书记 这事是千真万确的 要好好查一查这事 现在社会上有一种声音 叫做国进民退 说这话的人 脑子不知道是不是被门挤了 民营企业缴了多少税 解决了多少的就业问题 这些都是这些人没想过的 要是中南省能在这件事上做表率来 我想 对中南省的民营企业 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好 这事我记下了 现在呢 资金问题有困难吗 贾书记 这是很好查 到现在为止 四大银行没有一家为爱华高科贷款 这个人的能量不是一般的大 居然能左右银行做买卖 看来这银行好像是他家开的一样 中南省有这样的干部 营商环境怎么样 可想而知 丁长生说道 贾东亮是听出来了 自己要是不现在表态 丁长生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我是问你 现在资金有问题吗 贾东亮再次问道 哦 资金是没问题了 一个是预定的钱款 一个是外部投资进来了 现在银行就是来哭爹认娘 爱华高科也不会贷款了 当然了 钱也不会存在这些银行里 爱华高科买了不少的保险柜 修建了保险库 钱不存在银行 也是为了银行领导的关帽子 他们既然害怕帽子掉了 那就别做生意了 好好捂住自己的帽子就行了 这些事都可以问问湖州四大行的领导 他们是怎么做的 这个不难 丁长生不依不饶地说道 丁长生说这些话的时候 丝毫没把陈幻山放在眼里 但是此时陈幻山的脸色非常的难看 安静在一旁小生说道 看出来了吧 这是要算账了 你没事吧 陈幻山摇摇头 说道 这个家伙就是善于趁火打劫 越是到了关键时刻 他就会生事 这是意料中的事 我虽然给这些人打过招呼 但是他们没证据 有证据又如何 算了吧 这是到此为止 我和他谈妥了 他们吃肉 我喝汤 你要是继续为难他们 那就是和我过不去了 安静说道 陈幻山文言 扭头看了一眼一旁的安静 问道 你确定他们不会坑你 你要知道 丁长生这个人 要是想报复的话 那可是很记仇的 我和他算是解不开这个死疙瘩了 你要是和他和好 我没意见 在中南省 以后有什么事 也不要找我了 老陈 你这是意气用事 都多大的人了 还玩这一套 安静问道 没错 我是年纪不小了 但是我弟弟和我儿子的事还没解决呢 你敢保证 这是和丁长生没关系吗 你让我怎么忍 咽下这口气算了 陈幻山有些不满地说道 就在此时 贾东亮的话 打断了他们的悄悄话 去 下个通知 召集全省金融系统的负责人和各银行负责人到省里开会 记住 不许请假 谁要是请假 让他亲自给我打电话请假 贾东亮脸色很不好地说道 秘书应声低头记下了老板的吩咐 随后就发信息给办公室 让省委办下通知去了 各位领导 时间快要到了 请一步吧 此时 思佳怡走了进来 贾东亮点点头 上前握住了思佳怡的手 然后说道 思总 要是丁长生不说 我还不知道 爱华高科遇到了这么大的麻烦 你放心吧 贷款难这事 将是我省金融工作的重点 尤其是要解决民营企业的融资难的问题 这是关 我们省民营企业的兴衰 谁要是抓住了现在的机会 谁就有机会走到前头 这个你放心吧 我会亲自抓这件事 思佳怡看起来有些萌 但是看到丁长生的颜色 就知道这是丁长生在捣鬼了 于是满脸笑容地说道 谢谢贾书记 我们一定好好干 专专研技术 把这个公司做成中国最好的新能源公司 嗯 这就对了 其实你们这个技术也是我们国家的机会 我之所以来 也是因为这个技术的领先性 我在这里表个态 只要是公司有什么困难 你直接给我打电话 你的手机呢 我们交换一下电话号码 贾东亮说道 周围的人都惊呆了 这还是贾书记第一次在这样的公开场合 和一个民营企业家交换电话号码 这也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这说明了什么问题 记者们开始了敏锐的思考 然后将这个瞬间报道出去 这本身就是一个承诺 果然 贾东亮接着说道 新能源的发展是未来的趋势 我们省有幸有你们这样的企业 我很欣慰 换个思路来考虑 再听了 你为了筹集企业发展的资金 卖掉了自己的房子 现在还住在公司里 我很感动 说明我们的企业家创业不易 每每开始创业 大部分都是搭上了全部身家 这是很了不起的付出 你们这些记者 不要每天都报道我们这些领导干啥了 要多报道一下这些基层的企业家 他们创业不易 守住来之不易的创业更难 作为地方官 要为这些企业多多大台 不要拆台 我们国家在近代之所以落后 就是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 还坚持着几千年的重农一伤 但是现在不行了 我们要大力地发展商业 把高科技这一短板补上去 贾东亮讲完话 贵宾厅里传来了热烈的掌声 无论贾东亮说的是真是假 或者说在这里说了算数 回去就把这事忘了 但是这一刻他一定是认真的 而且通过记者的报道 也会给中南省的民营企业注入强心针 进一步促进中南省民营企业的发展 贾东亮这次来对爱华高科和新能源基地的评价很高 台下坐着的是来参加会议的贵宾 贾书记可真是给你面子啊 虽然身形做得很直 但是爱丽亚还是把这句话送到了丁长生的耳朵里 这不是给我面子 这是你们优秀 你们做出来的产品蒸汽 所以你们才是他给我面子的根本原因 好好干 将来你们都会成为亿万富翁 丁长生说道 这次爱丽亚扭头看了看丁长生 说道 我说 你就不能别这么官腔好吧 当领导当的都麻木了吗 丁长生也很奇怪地看了眼爱丽亚 说道 我发现你最近的变化挺大呀 我以前找你说句话都懒得搭理我 好像是我偷了你内裤似的 领导们挨个上台讲话 好像这不是新车发布会 而像是人带会似的 但是也没办法 这些领导哪个不是企业的父母官 不给上台就会给你找麻烦 做生意不易 开个公司更是不简单 各方神仙都要照顾到 无论是神仙还是小鬼那里 香火烧不到就不行 就在他听着台上有人讲话的时候 丁长生的手机震动一下 拿出来一看李铁刚发来的信息 他居然到了湖州了 这让丁长生很惊讶 他没想到李铁刚会到这里来找他 交车仪式的后面丁长生没有参加 也拒绝了上台讲话的要求 交车仪式已结束 贾东亮就去湖州市调研了 而丁长生则是赴约去见李铁刚 临走之前 他联系了安静 在周鸿琦的办公室里见了他 我费了好大的力气 才打听到一些消息 万有才还算是个男人 到现在为止 没吐出来任何事情 但是时间长了 就不好说了 要知道他们 要想撬开一个人的嘴 不是没可能 万有才能撑到现在 已经算是为你们争取时间了 接下来的事情 就看你们自己了 我问了问 这次的事很复杂 我不好插手 安静说道 丁长生点点头 只要是自己和李铁刚 见面之前 得到这些消息 也能多一些对李铁刚的手段 至少知道万有才 现在还没把自己给卖了 待会也好对李铁刚的讹诈 有些防备 李铁刚到底会不会对自己讹诈 这可不好说 他能追到这里来见自己 就证明一件事 他对这件事是很重视的 所以才亲自过来 当然了 到底是不是来见自己的 这也很难说 之前 自己居然一点都没得到消息 不过我那天和你说的那件事 你要注意了 安静说道 什么事 丁长生问道 京城的几个圈子里 都出现了对爱华高科的讨论 以及万有才在新能源基地 和爱华高科的股份问题 这说明 有人开始注意到 新能源基地这个提款机了 所以 你们接下来的处境并不是很好 还是要早做准备吧 安静说道 威胁我 丁长生不屑地问道 长生 你这真是以小人之心夺 君子之父了 我要是打这个主意 我还会在这里和你说这些事吗 我这人很明白 哪些钱该赚 哪些钱不要碰 就像是现在这样 我可以把这事告诉你 就证明我和这事没关系 我赚我能赚的钱 有些事我是不会伸手的 我要是伸手 周虹奇也不会饶了我 你说呢 安静非常笃定地说道 那你告诉我这些什么意思 丁长生知道他不会这么好心的 没有其他的意思 就是 我知道你和周虹奇的关系 抽个机会和他好好说说 我和他好歹也是夫妻一场 没必要搞到现在你死我活的地步吧 安静说道 你怎么不自己和他说 别为难我了 你也知道 我接下来做新能源 汽车周边的生意 少不了要和他打交道 我可不想和他有什么冲突 我是求财来的 不是为了生气的 你和他的关系 他肯定都会听你的 长生 咱们也是彼此利用 我把话说在明处 我不会再和你玩音的 有什么事我都会先告诉你 我们协商解决问题 好吧 安静说的都是非常诚恳 丁长生不能确定 安静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但是很明显 这是丁长生最担心的事 所以 安静也拿这事来说话 丁长生闻言眉之声 只是点点头 现在真是到了焦头烂额的时候了 但凡事都有先后主次之分 现在最重要的是 是怎么把万有才捞出来 这要看自己和李铁刚的谈判了 到底李铁刚会开出来多大的价码 这都是未知数 要是李铁刚开出来的价码 自己能接受 那么换取万有才出来 也是值得的 毕竟一个万有才在里面关着 存在的不确定性更大 不过也没你想的那么悲观 我听说李铁刚来胡周了 是来见你的吗 你的面子可不小啊 看来他对你还是很感兴趣的 来和你做交易 别的人他是不信任的 安静说道 看来你知道的事还真是不少啊 丁长生说道 我就是消息灵通点而已 其实说实话 长生 我觉得我们之间肯定是有些误会 要是我们一早把事情讲清楚了 没有这些误会 那么我们要是合作的话 肯定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我这个人其实还是很好交往的 你看周鸿琦现在和你在一起 怎么说他也是我的前妻 我说什么了吗 过去的事就过去了 我不会计较的 安静大度地说道 丁长生不想和这样厚颜无耻的人有过多的交往 也就嘻嘻哈哈过去了 再说了 虽然丁长生不是个特别记仇的人 但是过去安静做过的那些事 他还是无法忘怀 此时没有拒绝他 也是不想再增加一个对手而已 很多事就是这样 操弹得很 但是还不得不继续下去 就像是丁长生对安静 早就恨不得一巴掌呼死他 但是那又如何呢 多一个对手 自己的胜算就降低一分 此时也没精力和这个顽固子弟斗下去 能喝当然好 不喝那就干 丁长生不怕事 只是不想麻烦而已 湖州这个地方有个洛马湖 这里的湖水达到了国家一类水质 可以直接喝的 所以李铁钢居然把见面的地方 选在了洛马湖观光点的一个码头上 丁长生在爱丽亚的陪同下到了湖边 湖边早已站着几个人 围在李铁钢的身边坐着呢 丁长生说道 你先回去吧 我在这里没事 他有保镖呢 没事 我在这里等你 这是嘉仪姐给我的任务 我不能扔下你不管吧 再说了 现在车都造出来了 也没人对我不利了 你放心吧 那几个人也不能是吃素的吧 爱丽亚无所谓地说道 下了车跟着丁长生一起走了过去 李铁钢见了他 点点头 说道 我本来是想低调的 但是贾东亮怕我在他的地盘上出事 这些都是省委的安保人员 你放心 我们单独谈 他们不在场 丁长生点点头说道 这位是爱丽亚同志 科研人才 这几年没少被人暗杀 我希望这几个安保大哥能帮我照看一下这位美女 可以吧 李铁钢看向那几个人中的一个人 那人点点头 于是丁长生跟着李铁钢走下了码头 那里停着一辆小型的观光游艇 有必要吗 在岸上谈不行吗 丁长生问道 这个天去湖里玩玩还不错 你这么担心干嘛 我又不会杀人灭口 李铁钢开玩笑道 于是丁长生开船 李铁钢坐在船舱的门口 看着丁长生 问道 没想到我会来这里找你吧 是啊 没想到 李下渔人必有所求 李书记 说吧 我们也不要打雅弥了 谈得妥 我们就谈 谈不妥 我们上岸各自回家 这样好吧 丁长生问道 李铁钢点点头 说道 万有才的嘴巴硬得很 到现在都没敲出来什么东西 你给我想想办法 我别的没兴趣 我只对那份名单感兴趣 丁长生摇摇头 说道 事情是这样的 于是 丁长生对李铁钢解释了当初那份名单的事情 自己是真的没有打开看 但是却听万有才说到了那份名单上有行红稿 当然了 这是他是不会说的 那份名单还会不会面试 那都是未知数 那自己干嘛要把行家父子搅和进来呢 李铁钢这是想要套自己的话 自己又不傻 这么说那份名单你真的没看过 李铁钢问道 我确实没看过 当时我和万有才反复多次说过这件事 我说这样的所谓组织不可信 你不要掺和这些事 而且这八成是许一剑设下的圈套 现在可以看出来了 确实是个圈套 目标是我和万有才 当然了 还有你 这样我们就可以反目 你要是认真查这件事 那我们就真的上当了 丁长生说道 他知道自己这话是徒劳 但是该说的还是要说 为了能把万有才捞出来 可以适用一切手段 当然也包括怎么说服李铁钢 放了万有才 哪怕是戴罪立功呢 你还是没明白我的意思 我可以明白地告诉你 丁长生 为了这份名单 我可以做一切事 这个组织不能留在党内 我也不可能做事不管 这不是作为一个纪委领导 该有的觉悟 所以你要是能知道 这个名单在哪里 是什么人在操纵 告诉我 一切都好说 否则的话 那就不好说了 李铁钢说道 丁长生点点头 这是意料中的事 但是接下来丁长生问道 你说个条件吧 怎么才能把万有才放了 需要我们做什么 名单和活着的许一剑 当然了 还有许一剑 在海外国内的一切财富 丁长生 这些东西 都是许一剑收刮的 名之名高 这些都是属于国家的 不能思乡授受 这个道理你懂的 李铁钢说道 果然 李铁钢在层层加码 以前还只是要许一剑回来 还有名单 现在不但是要这些 还要许一剑 在海外和国内的财富 那丁长生等人就等于是白忙活了 丁长生摇摇头 说道 你说的这些没问题 万有才什么时候能出来 我们怎么才能互信 我也可以明白 告诉你 我现在并不信任你 李铁钢闻言 愣了一下 看着飘渺的落马湖 好一会才看向丁长生 说道 说到底 我们不是一路人 丁长生没明白他的意思 所以没吱声 等着他的下文 他才知道自己 和他不是一路人 自己本来和他 也不是一路人 之前在北京时 我告诉过你我的经历 我这一辈子的执念 就是 做一个啄木鸟 把党内的蛀虫都挖出来 我也知道 做我这一行的人不讨喜 在位时 别人都是躲着我们走 怕我们 下台了 那些人但凡得到机会 就会对我们打击不报复 没关系 我不怕 我既然走到现在这个位置 也知道该挖出来的 都是些什么人 每一级纪委面对的官员 都不一样 但是他们都怕我们 因为他们的位置没站队 站在了党和人民的对立面 丁长生 你也是党员 你扪心自问 你做的事情 对得起党和自己的良心吗 李铁钢含着脸问道 丁长生抿了一下嘴唇 端起小桌子上的茶杯喝了一口 看向李铁钢 很认真的说道 我对得起自己就行了 对得起自己 你这话等于是承认 做了不少违法乱纪的事 对吧 李铁钢问道 李书记 你今天来找我 是来审我的 还是来办其他的事的 这种灵魂拷问的事 现在做没意义 还是等到进了你的审问时 再问也不迟 我也曾经心怀大志 也曾想好好做个 为老百姓谋福利的好官 我现在也在做呀 但是自从上次被逼无奈出国 我就明白了又一个道理 丁长生笑笑 将茶杯放下 什么道理 好人难做 官场上的事 我不如您 但是我知道 面对比自己不要脸的人 只有比他们更加的不要脸才行 否则的话 就只能仓皇出逃 说实话 我不想再有第二次 这一次 谁和我作对 我不惜代价 也要先把对方打趴下 无论是谁 而且 上次和李书记 在北京四合院里对话一番 让我收获良多 丁长生说道 是吗 说来听听 以前跟着李书记 学到的是正直和对纪委纪律的维护 上次谈话又学到了更厉害的一招 比之前那些管用多了 什么 不择手段 这四个字说起来很简单 但是真正要做到很难 因为人毕竟是有感情的动物 无论做什么 都有人情在里面 但是李书记能做到 我很佩服您 所以今后向您学习 眼下就是这件事 不择手段 不知道好不好使 丁长生虽然这么说 但是却暗自控制着自己的心跳 将刚刚的愤怒压下来 一想到李铁刚做的那些事 他就想要发火 可是此时 却要强迫自己安静下来 这样才能和这只老狐狸斗法 万有才的事 李铁刚问道 丁长生点点头 说道 没错 万有才虽然是我的朋友 但是他和我的交集并不是很多 最多的也就是经济上一些生意往来 那也是在我再次回到体制内之前的事了 他交代也好 不交代也罢 和我没多大关系 这话我信 所以你们就不打算在万有才身上下力气了 李铁刚问道 嗯 就是这个意思 而且关于许一剑的事 我现在也查得差不多了 他以为他跑到日本就万事大吉了 其实他每一步都在我的视野范围内 这是昨天拍到的 关于他在日本的情况 你可以看看 说吧 丁长生将手机推到了他的面前 然后点开了一段视频 猎狐行动虽然厉害 但是毕竟是国家组建的组织 里面都是公检法人员组成 在国外会受到各方制约 甚至国外的司法机构对猎狐小组百般阻扰 但是丁长生能做到这一点 就说明了一个问题 丁长生是不会在乎国外的那些所谓的司法体制的 因为他奉行的是黑对黑 看来你是真的下力气了 李铁刚看完之后 心绪难平 没错 想要活的 有点难度 想要死的 分分钟的事 我之所以一直等着 就是在等机会 想要查清许一剑 在国外的财富不简单 为了逼着许一剑有所动作 许一剑在日本能查到的产业 该烧的烧 该举报的举报 可以说许一剑在日本是损失惨重 你们扣住万有才不放 那真是拿错了人 而且举报万有才的也不是我 而是许一剑 这个你们心里一定是有数吧 丁长生问道 然后呢 李铁刚看向丁长生 问道 然后 我在等你们的消息 等我们的消息 什么意思 李铁刚问道 丁长生不紧不慢地说道 我要万有才出来 不是为了救他 而是有一点其他的想法 李铁刚看着丁长生 仿佛是不认识他一样 如果自己没记错的话 距离上次见他 也不过一个月的时间 这家伙倒像是修炼成精了的狐狸 开始有仙气了 敢和自己这么逗来逗去了 那自己来找他 岂不是占不到丝毫的便宜 还要被他稳稳地攥在手里了 从开始上传到现在 自己和他的对话 好像一点便宜都没占到 这还不说 好像对话的风向 一直都是他在掌控着 想到这里 李铁刚很不舒服 其他的想法 什么意思 李铁刚问道 丁长生想了想说道 爱华高科现在完成了交车 下一步就是增加产能 订单都排到了三年之后了 可以说 未来的前景是不可限量的 但是因为万有才的愚蠢 现在公司被很多人虎视眈眈 我要他出来 他把爱华高科的所有股份 都卖给周鸿奇等人 退出新能源基地 如果他能答应我这个条件 我可以答应你 把许一剑完整地带回来 但是你们说的 许一剑在国外的财富 我能查到的都会给你们 查不到的 你们自己去查吧 李铁刚明白丁长生的目的了 说道 万有才会答应吗 我不知道 但是他不答应的话 那就只能在里面待着了 你们对他好不好 和我也没关系 说到底 都是因为他的蠢 才导致现在的情况 许一剑就是一头吃人的狼 可惜的是 万有才以为自己是好猎手 没想到被狼咬伤了 我是说 如果他知道 你基于他的股份 会不会疯了 把你们很多 见不得人的事都抖出来 丁长生 你这个算盘要是打错了 可就不是再次出逃的问题了 或许你也要进去陪着他了 李铁刚说道 丁长生笑笑说道 现在新能源基地 成了很多人眼里的香伯伯 不知道多少人 都在基于他手里的股份呢 他给了我 还能出来 给了别人 或者是被人强行拿走 他可能不但出不来 还可能死在监狱里 我说得没错吧 李铁刚不知可否 说道 万有才出来没问题 你拿什么保证 他出来后不会出逃 还有 你拿什么保证 你能把许一剑给我带回来 还是那句话 你们不能 但是我能 我刚刚说的这些事 你可以问问你们的人 是不是在日本真实地发生了 要是真的发生了 你不信我信谁 丁长生问道 李铁刚还是不知可否 丁长生接着说道 再说了 我能跑掉 但是这新能源基地能跑掉吗 这不就是最大的保证 李铁刚不屑地说道 丁长生 你以为我这么好骗吗 新能源基地和你有多少关系 我不知道 但是从账面上 可是查不到 你和新能源基地和爱华高科有任何的关系 就在你决定再次进到体制内时 把所有的生意都和你斩断了干系 这也是有些人恨你 却抓不到你的把柄的原因吧 做得够绝的 不是我做得够绝 我是早有觉悟 要想做官就不要做生意 所以你也看出来了 凡是我从政的地方 绝对不会有我认识的人做生意 我这觉悟算是高的了吧 丁长生问道 闲话少说吧 万有才可以出来 但是绝不能出国 随时留在国内等着 万有才的是你随意 我只要股份 对了 还有一件事 那就是宇文灵芝的案子 到底你们管不管了 你们不管的话 我按照我的方式来的话 惹出麻烦来你们不要怪我没通知你们 丁长生说道 案子已经开始重审了 你还想怎么样 李铁刚皱眉问道 李书记 当年宇文灵芝家的案子 可是惊动了国内外不少的媒体 现在你们就算是重审的话 能翻案吗 不能打赢了官司输了钱吧 当年那些从宇文灵芝家 奋一杯羹的人 我要他们都吐出来 没钱的去坐牢 有钱的连本带利都给我吐回来 就这么点要求 丁长生说道 这是不可能的 李铁刚说道 丁长生不以为然地说道 现在对民营经济的非议很多 要是上面能把这个案子做好 还给宇文灵芝家一个公道 比做多少承诺都有效 你也知道 再想回到国家包揽一切的时代 那是不可能的 要是这个案子做好了 民营经济会有更大的信心 资本家们才愿意投资到国内实体经济上 不然的话 他们都把钱转到国外去了 国内的经济怎么办 那不是我考虑的事 更不是你考虑的事 做好分内的事就好了 管得太多了 容易把自己折进去 你以为我现在没折进去吗 自从万有才进去之后 我就没打算在置身室外 怎么利用万有才这件事 把我的利益做到最大化 这才是我想的 丁长生说道 不得不说 现在的丁长生 给李铁钢的震撼很大 自己六亲不认 现在看来丁长生也快了 他没想到丁长生会舍掉万有才 把他捞出来 但是却夺走了他手里最赚钱的股份 这个股份将来那是不可限量的财富 所以丁长生趁火打劫的机会非常好 丁长生也有自己的考虑 和李铁钢这样的人打交道 自己还远远不是对手 所以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走寻常路 不让李铁钢摸到自己的脉搏 否则的话 自己就真的没有任何的胜算了 所谓乱拳打死老师傅 这就是丁长生目前的招数 就像是李铁钢说的那样 这一次丁长生的确是兵行险招 要是万有才一怒之下把丁长生也拉进来 那丁长生和万有才之间的有些事还真是见不得光 别的不说 在成千鹤和成功父子身上的交集 丁长生就难逃罪责 所以丁长生想来想去 就下了这么一个赌注 赌万有才的性格 通过许一件的事 丁长生算是看清楚了万有才的性格缺陷 那就是贪 在外面自由时 他贪的是钱 但是现在呢 他贪的是什么 一定是对他最最重要的事 那就是自由 而且李铁钢想的是 万有才一怒之下 说不定会招出来更多丁长生的事 到那时 自己就可以和丁长生讲讲别的条件了 到那时 他倒是想看看丁长生到底还会牛什么 但是丁长生想到的是 万有才要是把自己招出来 那么他不但出不来 还可能会遭到丁长生的报复 到时候可谓是人才两失 对于丁长生的为人他看得清楚 要不然这么多年 即便是丁长生不再从上 他依然围在丁长生的周围 所以这可以说是万有才对丁长生的信任 丁长生赌的就是这一点 先将他捞出来 把股份先拿过来 绝了安静说的那些 打这部分股份的人的心思 这也是为了保住万有才 不然的话 要是别人去和万有才讲这个条件 万有才一旦答应了 那爱华高科将迎来最大的不确定性 到时候可能就是为他人做嫁衣了 我的年龄快要到了 这一届完事 肯定是就要回家钓鱼了 所以我希望许一剑的事不要拖太久 在我退下去之前解决了这事 不然的话 许一剑的案子将是我一辈子的污点 现在很多人居然说我和许一剑是一伙的 我差点气死 所以既然做交易 就要讲信用 这无关人情 就是交易 可以吧 李铁钢问道 没问题 这事我会尽快解决 我也想把这事快点解决了 这本书可能又要面临被封 作者见了公号 调人的于本尊 请大家关注一下我 丁长生也很着急 所以我们把事结束了 作者也能给大家一个交代 对吧 李书记 丁长生说道 别扯淡了 回去吧 我还要回北京 我出来没多少人知道 来这里见你知道的人更是很少 你不要声张 我不想把这事闹得沸沸扬扬 李铁钢说道 虽然这事和李铁钢商量好了 但是这事还得和万有才的人通报一声 不然的话 自己的话到时候就显得非常单薄了 这是一定要让万有才的人知道 等到万有才出来 对自己的话也好有个印证 自己对他的股份是没什么贪念的 所以当郎文杰听到这个消息时 也是一下子愣住了 空口白话 谁能信谁 这是个信任危机的时代 谁会相信你这么一说 你要是完真的咋办 我知道 这是说起来是简单 但是真要是做起来 很难 你们不信我也是正常 所以 我带来了这个 你们看一下 如果合适的话 我们就签下来 等到这是平息了再改回来 丁长生拿出一打纸 交给了郎文杰